望鸡造人计划,第一集,魏英,今日是中秋节,你想要什么礼物? 礼物?魏英的眼神亮了一瞬,却很快暗淡下来。 中秋节,何家团圆的日子呢?可惜魏英是个孤儿,虽说蓝望鸡将她放在手心里腾宠着,遗憾也总是有的。 蓝湛,你有兄长还有叔父陪着你,可真好啊。 魏英打心眼里羡慕,魏英,还有你,蓝望鸡的身边必须有个魏英,对对对,还有我,我也有你。 魏英想,大概上天觉得夺走了他所有的亲人,终是于心不忍,所以将蓝望鸡送到了他的身边,这也算是一种弥补了吧。 蓝湛,你说下辈子我能见到我父母吗?与别人一样,拥有着血脉相连的亲人。 临近家节被私亲,魏英深有同感。 魏英,你想要的礼物,是与你血脉相连的亲人吗? 蓝望鸡的问题令魏英忍俊不禁,最后干脆捧腹大笑,险些背过气去。 明明略带伤感的气氛,偏偏因蓝望鸡一本正经的提问,瞬间散了个干净。 蓝湛,你为何这么问,难不成你有办法,给我变个亲人出来? 蓝望鸡不会变,却能造一个出来。 魏英,你等等我。 蓝望鸡风一般地跑出了境室,魏英看着他急不可耐的模样,笑着摇了摇头。 对于魏英,蓝望鸡向来是要星星不给月亮。 魏英倒是想瞧瞧,这一次他如何满足自己的愿望。 傻蓝湛,你怎么就这么好呢? 嗯,这么好的蓝望鸡是他魏英的。 兄长,今晚我和魏英告个假,不参加晚宴了。 中秋晚宴在蓝室有特殊的意义,轻易不能缺席。 示意蓝溪尘有些疑惑,究竟发生了何事,竟让蓝望鸡连晚宴也不参加了。 望鸡,可是阿线身体不适。 除了魏英,能让蓝望鸡失了分寸的人,蓝溪尘不作他想。 魏英很好,可是他想要个亲人。 担心蓝溪尘没听懂,蓝望鸡强调道,血脉相连的亲人。 血脉相连的亲人吗? 略做思考后,蓝溪尘的表情从疑惑变成了恍然大悟。 所以,你是想替阿线找到亲人。 望鸡,此事非一朝一夕可以达成,倒也不必急于一时。 蓝溪尘知道,这几年蓝望鸡一直帮魏英寻找亲人,可惜大海捞针的没有头绪。 非一眼,兄长准了告假就是。 蓝望鸡嫌弃地看了眼自家兄长。 怪不得一把年纪了,还讨不到媳妇,果然是有原因的。 兄长,望鸡告退。 被留在原地的蓝溪尘,看得懂蓝望鸡的表情。 所以,他是被自家弟弟嫌弃了。 蓝湛,停停下来,我们不去家宴了吗? 折腾了小半日,魏英实在受不住了。 不去了,我向兄长告了假。 蓝望鸡正在信头上,嘴上回答着魏英,动作却是半点也不耽误。 可是,虚,蓝望鸡将魏英未出口的话堵了回去,一记缠绵翡测的吻,将魏英亲了个晕头转向,再次任他失围。 一个时辰后,蓝湛,你不是要给我礼物吗? 魏英实在受不住了,看蓝望鸡的架势,今晚没打算停。 魏英,我正在给。 时,什么意思? 魏英累得失去了思考的能力。 魏英,咱们造个孩子出来,他就是你血脉相连的亲人。 三个时辰后,蓝湛,以后再造,好不好? 魏英记不清他,究竟晕了几次过去。 总之每次醒来的时候,蓝望鸡还在继续。 魏英,快了,他就在路上了。 三天后,蓝湛,我感觉到了,他已经来了。 魏英实在受不住了,今日说什么也得停下。 三天了,他就没下过床,就连偶尔甜甜肚子,也是蓝望鸡将他搂在怀里。 真的? 显然,蓝望鸡存疑。 真的,蓝湛,你不是昆泽,不懂的。 我感觉到了,魏英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。 七日后,魏英,你真的不用我再努努力。 前些日子,蓝望鸡食髓之位。 因着造人的计划,他将魏英翻来覆去地折腾着。 骤然停下来,还真是不太适应。 旷了几日后,蓝望鸡欲念翻腾,如恶狼般盯着魏英。 蓝湛,不必了。 真的不必了。 魏英果断拒绝了蓝望鸡。 那我叫医师来把把脉。 蓝望鸡坚持如此。 不,不必了。 还是再等等吧。 魏英。 我觉得还是努努力地好。 他早些来,你也就有血脉相连的亲人了。 蓝望鸡一把将魏英拥进了怀里,开始了新的踏法。 这一刻,魏英真是想自抽嘴巴。 血脉相连的亲人吗? 魏英似乎不想要了呢。 半个月后,恭喜二公子,二少夫人有喜了。 听闻医师此言,蓝望鸡一喜一忧。 魏英的礼物有了,真好。 他要开始吃素了,呜呜。 魏英,你怎么哭了?太激动了吗? 不不不,魏英是喜极而泣。 他的腰,保住了呢。 魏英,阿院已经满月了。 此言,蓝望鸡问得有些委屈。 自打魏英有了阿院,蓝望鸡明显感觉到,他的地位岌岌可危。 是啊蓝湛,阿院满月了呢。 魏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,他明白蓝望鸡话里的意思。 奈何那造人计划,令魏英记忆犹新。 幸而他早早地有了身孕,否则老妖定是不保。 所以,魏英决定不能接招,干脆转移了话题。 蓝湛,这是我给阿院准备的满月礼,漂亮吧。 瞧瞧,蓝望鸡就知道。 魏英满心满眼的只有阿院,哪还装得下他呢? 魏英,那我的礼物呢? 自打实施造人计划后,蓝望鸡得了甜头, 愈发想要过上那没凶没臊的日子。 之前魏英有孕也就罢了, 如今他身体已经灰, 富,却没有跟他同房的意思。 蓝望鸡有些委屈。 不不不,是非常的委屈。 礼物,你这么大人了, 还想跟阿院争抢不成。 魏英,我向你要礼物也是为了阿院, 将来他肯定欢喜。 真的,魏英将信将疑。 蓝望鸡肯定地点点头, 我保证所言非虚, 不过需要你的配合就是了。 不得不说,蓝望鸡的话成功地勾起了魏英的好奇心。 那好吧, 只要阿院能开心, 我配合你就是。 呵呵, 好奇害死猫。 直到被蓝望鸡拉上了床, 魏英都不知道他究竟错在了哪里, 摇摇晃晃中, 魏英被折腾得云里雾里。 蓝湛, 谁说我答应你了? 答应了的, 你说会配合我的, 为了让阿院欢喜。 蓝望鸡深耕之下, 魏英软成了一滩泥。 啊, 蓝湛, 别, 啊, 这到底跟阿院有什么关系? 蓝湛, 你骗我, 阿院看不到爹爹, 才不会欢喜。 会的魏英, 我们再造个小的, 将来阿院多个玩伴, 自会欢喜。 再, 造一个嘛, 想到上一次的经历, 魏英吓得吞了吞口水。 而后, 又被蓝望鸡拖进了极乐之地。 蓝望鸡OS, 终于吃到了。 魏英OS, 我的腰将要弃我而去。 剧中, crire的纸次。 一种纸你拔了。